世大夫之無恥 謂之國恥 只有下台一圖 國民黨議員要翁啟會之所進退 堂堂中研院長 數度位號頂背書 被想到女兒翁玉秀卻是大股東 翁啟會沒有利益迴避 國民黨也大動作 要求人在美國的翁啟會 立即反國 講清楚 說明白 眼看事件的延燒 翁啟會終於不再沉默 岳陽表示事情怎麼會亂成這樣 預計將在3月29號回台灣 把事情說清楚 並且向立法院報告 他要不要迴避 有沒有迴避 這是道德層次的問題 第二個也可能涉及到法律 藍營炮聲隆隆 矛頭也指向翁啟會女兒 翁玉秀 雖然翁啟會的人透露 翁玉秀1998年開始 就是號頂母公司阿翁 Optmeer的股東 2002年台灣號頂成立 翁玉秀的股權也跟著轉移 2012年12月號頂上市前 雖然潤泰轉讓3000張股票 雖然目前已經賣出近1000張股票 不過手上人持有1933張 以3月24號收盤價來算 市值大約8億元 他女兒認購這3000張股票的時候 股價是31塊 認購後不到一週新貴 就已經飆到90塊 而號頂生計背後的股權結構 也引人好奇 現前爆出第五大股東是蔡英文的胸嫂 現在又傳出王啟會的女兒 也是大量事故 如果說不涉及到所謂違法的部分 那麼就沒有所謂下不下台 5201政府上任前號頂案 會不會變成財經名嘴口中的核報 較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成了關鍵 接著張宣宣 張凱亮 SNG小組才報導 MINGAO MINGAO TB MINGAO